解決可不可以做使用 它的切換好不好切換 好來看一下下 如何要做出一台 音質優異 而且擴充性加上便利性的 Android的播放器 那剛剛呢 我有講到Android的缺點 那但是優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夠 我們可以在裡面放進去很多的 不同的APP 那我們可以選擇自己 想要做使用的 可以來做一個刪減 非常的方便 那當然呢 在另外一個系統可能就會比較不方便 那Android對我們來說呢 是比較好 比較優秀的一點點的平台 一個開放性夠 好 那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剛剛講到非常特別的一個 雙系統模式 好 簡單的說就是Android系統 以及純音樂模式 那有很多朋友呢 會問我說 那我用Android是不是 會因為一些關係 裡面有什麼東西 會讓我們的音質呢 會變低變差 聽起來就已經不是無損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X7要怎麼解決 好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呢 其實我們在Android模式下 跟純音樂模式下呢 音質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Android多了什麼東西 多了更多的APP 那使用者呢 可以自己的去做選擇 自己去做搭配 好 那接下來呢 先稍微說一下Android的部分 好 那這個裡面呢 大部分是大陸方的一個APP的部分 那相信現場的朋友有很多用KKBOX或Spotify的部分呢 之後我們會陸續的來做調整 直接的放進去 那有一些朋友會問說 那這麼多的一個APP 我們是不是有挑選過 那告訴各位 其實我們有稍微去做挑選 因為為了要讓各位不同的朋友呢 都可以在裡面好好的享用 因為怕會打到 我們X7的一些系統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經過挑選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說 我會不會因此而當機卡住 不方便